駕頭回來到國內 花蓮市區有一間店已經關門剩下 不過入住稍微後 帶給別人的鐵駕駛一滴流在那裡 倒去也沒聽走 結果還有一個學生撞到頭駕駛駛駛上 他下車的時候要閃消防栓的柱子 他就無意識的要走進棋樓 然後走進棋樓的時候沒有發現這份半空中 全的一根鐵駛在那邊 左眼下 只差1.5公分就到眼珠了 本期今晚表示 這裡根本是一間燒豆腐店 50年後 花蓮駕駛沒那麼多有回去放到 最近都在利用駕駛 土壳也還有占用電話家違法設置的鐵駕駛 讓行人處理很危險 這後來是有請人家來處理 然後他沒有放山腳衰 要不然之前沒有山腳衰來講話 你看這邊 地上有兩支鐵片 這鐵片踢到或是不小心撞到都很危險 廣告標示依照建築法的77條規定 建築部所有款金使用很願意維含建築法 合法使用和構造參與設備安全 那違法可以對處所有款金規法 依照建築法第91條的規定 如果說違反這個77條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可以罰這個儲所有權人6到30萬 出租告完後表述 違規設施都是鎮店家所設 不過管服用後出租應該成進管理這件事 所以是對救處的所有款金這件 那受傷的學生目前要在觀察 家中部百度提供 記者綜合報道